对于许多贷款人来说,高额的余期罚款,手续费等等让他们不堪重负,恶意催修让人无底焦虑,这下好消息来了,贷款再也不能被疯狂扣费了,可以说是让人为之一阵。 笔者认为网单行业将会因为监管的日益严格而变得越来越好,不管对于借贷人还是投资人来说,都是一个好消息,能够最大程度的让双方获益,那到底有哪些具体取错呢?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一、禁止恶意催修,不向无收入人员发放贷款,之前护金协会有个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,笔者挑出了几个重点,未应发取的经营放贷业务资质,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经营放贷业务。 解读,没资格发放贷款是不合法的,禁止发放货出和违反法律有关利率规定的贷款,各类机构向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统一折算为年化形式,各项贷款条件以及预期处理等信息应在事前全面,公开披露。 解读,高利贷没法生存了,不得向无收入来源的借款人发放贷款,单笔贷款的本息费债务总负担,因明确设定金额上限,贷款展期次数一般不超过两次。 解读,老辣别想无所事事就能借到钱,各类机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均不得通货暴力,恐吓、侮辱、诽谤、骚扰等方式催修贷款。 解读,正经人借钱收到保护,恶意催修违法,二手续费,管理费不能提前交。 9月3号的时候,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下发,关于P2P网络借贷机构自律检查第一阶段会员自查自救工作相关问题的说明,通知里,指出了三个重要的点。 会员机构不得策和或变相策和不符合法律有关利率规定的借贷业务。 解读,利率不能太高,禁止从借贷本金中先行后出利息、手续费、管理费、保证金以及设定高额余期利息、致难金、罚息等。 解读,提前收取手续费管理费保证金的要么是骗子,要么不合法,相关于其罚息,也要计算在综合资金成本中。 解读,还钱晚了话的利息要进入成本,复说明成本,这里面真页名词太多。 但是简单来说,就是网络贷款公司,不能利率太高不符合规定。 然后,贷款之前,不能扣除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,以及还钱的时候晚了两天。 罚款,多交利息也不能太高,比如借了2000,晚了两天就要还三千。 就是明显不行的,法律不但保护投资人,同时对于合法的接待人也是保护的。 对于赖章的人,要严格惩罚,对于遵守规则的人,应该保护。 对于合规的网贷平台来说,更方便快捷,节省投资人和接待人时间,也应该理性看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